每天五分钟 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 荒漠甘泉 引领你今天的属灵生命走向完全 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 明述纪十章三十三节 许多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声音 自己不知道这个声音究竟是出乎神呢 还是出乎自己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还是不动得好 如果出乎神 神必给我们充足的证据来证实这是出乎他的 就我们丝毫没有疑惑的可能 耶利米的故事多么美丽 耶利米对于购买亚纳图那块地的事 已经知道是出乎耶和华的 但是他不去做 直到他叔叔的儿子果然到他那里去求他买回 这给了他证据 于是耶利米说 我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 他等着 直到神叫他明白 叫别人和自己都相信 以后他才照着事实去做 神喜欢我们照着他的心意行事 所以我们不可轻举妄动 以至违反了他的心意 神的手指所点的道路 神的手必去预备 你不要说你要做什么 你不要做什么 你只要求神 叫你看见他为你选择的是哪一条路 如果道路还没有显明 这就是说 现在还没有行动的需要 你站在你现在所站的地位上 神是负全责的